原著土圍 Bean Fun 文学新 漫画新出品 我在便利商店捡到一只男神 第四集 声音无限广播剧团 一生国际制作 电源编号1110153 工作日志5月10日 特殊记事 收到了一个 从来没有想过 能够再次看见的东西 学长你来了 我听说那天晚上的事了 这是太过分了 早知道我就不该先走的 竟然欺负这么柔弱的学长 要是我在的话 那种强匪三两项就能摆平了 店长说 那个强匪好像不知道是中邪还是怎样 整个人身心受创却自首了 蟑融的力量真是可怕 蟑融 没事 好吧 我差不多该去冰柜捕获了 学长 你一个人站在外面 真的没关系哦 嗯 真的哦 真的真的哦 我今天上班前 已经先把这附近的混混 全都修理过了 还叫我朋友来巡逻 应该没有人敢再来闹事了 嗯 学长你放心 好 你去吧 有事一定要叫我哦 我外面的朋友也会来帮忙的 真的没事 快去 你到底是什么神 神就是神啊 没有在分的 不是有财神 爱神 温神之类的吗 就算是到庙里拜拜 也有分文仓帝君 或是观世音菩萨什么的吧 那你是哪种人 啊 我就是我 那神就是神 不过总是有专长吧 像我是学跳舞的 你作为神的专长是什么 吃八王餐吗 蹭饭 白吃白喝 当小白脸 这是我的秘密 有也不告诉你 你的庙被拆了吗 嗯 杜庚的关系 好多年前的事了 那怎么办 你没办法转职吗 像公务员一样 调到其他单位之类的 我的庙很小 本来香火就没有很旺 常常几个月都没有人给贡品 没有贡品 我就没有足够的神力 没有神力 我就没办法实现相克的心愿 妙不灵 来拜的人就更少了 就这样一直恶性循环 其实改建成便利商店也好了 我会视情况现身在某些客人面前 实现一些小愿望 来换他们手上的贡品 反而不会饿肚子 小愿望 是多少 在路上捡到十块啦 月经来的时候不会惊痛 过马路 刚好整路都绿灯 在超市讲到最后一条特价无过鱼 反正 真的都是比鸡毛蒜皮 还更急毛蒜皮的小事啦 哦 那 神秘也可以说好吗 如果 可以达成目的的话 所以 你说能让我一辈子不愁吃穿 是骗我的吧 嗯 你说能让我成为世界级的舞者 是骗我的 嗯 你说忘记前一个许愿的人是谁 也是骗我的 嗯 你说要当我男朋友 也是骗我的 嗯 哎 等等 我没说到你男朋友啊 前一个许愿的人是学长吗 嗯 学长许了什么愿 你不是很聪明吗 难道猜不出来 你为什么那么多天没来 神明也可以翘班吗 我离开便利商店去了一个地方 而这一趟需要消耗很多神力 所以我把你丢掉的面包 统统捡起来吃完了 难怪 我还想说 我明明丢掉那么多面包 垃圾袋却那么勤 学长要你保护 你会保护我吗 不对哦 他要你帮我洗咖啡机 还是猜错 他要你跟踪我 骚扰我 吃垮我们店 非法调查我个资 靠杯哦 哎 难怪你没朋友啊 学长想知道 我心里真正的愿望 你总是很冷静 能够很客观地分析自己的状况 看别人也看得很痛 这样的人 通常不会轻易说出自己真正的愿望吧 临死前最后一个愿望 居然又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 他要我不能跟你说他许愿的事 也不能勉强你 一定要让你诚心诚意地许下自己的愿望 可是 贡品怎么办 学长临死前跟你许愿 应该来不及给你贡品吧 他说便利商店每天都有很多快过期的面包 你都会收集起来 分送给附近的游民或是小动物什么的 他还说 如果我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 出现在你面前的话 你一定会主动喂食我 这就是你当初 会在便利商店门口全楼的原因 装可怜果然有用 你完全误会可怜兮兮的意思了 他死前看起来怎么样 很痛苦吗 他走得很快很安详 许完愿就断气了 神明也可以说谎吗 如果能让你好过一点的话 你说你离开便利商店 是去什么地方 这是他的工作日志 你又非法侵犯个资 才没有 是他要我把这本日志交给你的 可是我在你们店里到处都找不到 后来才发现 是被店长当成遗物 交给他的家人 你看完之后 或许就知道该去什么院也不一定 是 是 是 于是我打开了封面写着 店员编号1110149的工作日志 我把这本人计是在这里 我把这本人都帮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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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